今天出門的時候你看到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這個大雨滂沱的畫面呢 其實今天因為封面通過台灣的關係 各地容易有短延時強降雨 尤其彰化以北還有南投地區 還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其實在今天早上就傳出有路樹倒塌 馬路積水等等的事件 氣象署就提醒在這個禮拜 是有兩波封面會陸陸續續來影響台灣 尤其禮拜五禮拜六是降雨最顯著的時段 整棵路樹直接橫躺大馬路上 原本的四線道路瞬間只剩一半 適逢上班尖峰時段交通大打劫 讓警銷人員貨報到場趕緊先指揮車輛 倒下的路樹實在太大 就算出動四個人起力推 後方一個人平民拉也只能稍微移動位置 事發地點位在臺北市港前路與瑞光路口 24號遇到北部地區出現舉步大雨 造成路樹倒塌當時正值上班尖峰時間 一度造成車流堵塞 同樣因大雨致災的還有中部 大雨狂下雨刷刷不停馬路更是瞬間變水路 行人和騎士只能客難涉水而過 彰化市24號一早突然迎來暴雨 儘管短短十分鐘就造成路面積水成河 面對封面通過氣象署也針對彰化以北 及南投地區發布大雨特報 可以看到降雨比較明顯的區域主要 還是集中在我們的中部以北 那宜蘭跟花蓮地區是降雨比較明顯的地方 那至於中南部地區也有些零星的回波 在移入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狀況 氣象署預估這禮拜有兩波封面陸續影響台灣 週四25號封面接近 26號27號是降雨最顯著時段 尤其西半部地區有局部大雨 東北部也有較大雨勢發生機率 將會持續影響到二十八號 下週二十九號封面位在台灣北部海面 提醒中部以北東北部及東部地區 要注意局部短正正雨 中南部地區有可能出現局部性好雨 這點請中南部地區朋友要特別留意 而且其他地區在西半部東北部地區 也有可能出現局部性大雨 近期全台天氣不穩定 尤其一旦對流發展旺盛 就可能伴隨短延時強降雨等距離的天氣現象 提醒民眾外出多留意天氣變化 留意相關即時訊息特報 記者黃教委 陳真書 林世達 採訪報導 STRAC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